说书不麻烦,咱们一上来就书归正传 今天呢,咱们要聊一聊 这格鲁派是怎么和这大清朝勾搭到一块去的 那咱们说勾搭到一块去是不是不太恰当啊 应该是如何融合的 那么咱们要是从头讲呢 就得从一个传说开始聊起 什么叫传说呢 因为四世的班禅大师啊 和五世的达赖喇嘛 他到底见没见过皇太极 到现在说法不一 始终是个谜 那咱们这儿呢 必定是个讲故事的频道 咱们是个书馆 虽然是按照历史的脉络来啊 但是即便是捕风捉影 咱们也得聊聊 那咱们从传说开始聊吗 不行,咱们还得啊 往前倒一笔 五世达赖喇嘛坐床以后 在这个四世班禅大师和五世达赖喇嘛 以及格鲁派众多的鹰派领导人的领导下 这格鲁派啊走出了低谷 其实啊,这低谷一词啊 是书上的说法 不过要让我看来呢 何止是低谷啊 那简直就是从这生死攸关时刻走了出来 我和这个格鲁派 当时强硬派的认知是一样的 如果当时不做积极的反击的话 那么藏巴寒的势力 迟早有一天会灭掉格鲁派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藏巴寒这一支的政治势力 他们所信奉的那是嘎马嘎巨派 那格鲁派呢 联合了顾世函 把这个藏巴寒最后就逼到了绝路 一家子都被射死在布达拉宫后面的山剑里 自此以后 这藏巴政权就宣布灭亡了 西藏地区有了一个新的政权 以格鲁派为宗教支持的新政权 名字叫做甘丹破章 那既然是政权嘛 就得有头领 第一任的甘丹破章啊 就是我们提到过的 那位有名的高僧 格鲁派当中的强硬派 名字叫做索南饶丹 只可惜呀 这个索南饶丹 虽然留下了唐卡 留下了画像 但是并没有一张清晰的 我能给您展现出来 您凑合看吧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 这个索南饶丹 它是个鹰派 是个强硬派呢 这索南饶丹呢 不但在格鲁派的内部 态度激进强硬 他做了整个西藏地方的地霸之后啊 他连这个顾史函的命令 他也不放在眼里 他执意的要把这个人棒啊 喀兹啊 还有这个日喀泽 乃至邪噶 拉兹等地啊 交给这个集血地霸管理 这集血地霸是怎么回事呢 这集血地霸呀 那不是顾史函的人 这顾史函呢 以及这个西藏地方各界的政治人士 极度的不满 他们为什么不满呢 因为这些地方一旦交给集血地霸管理 他们的手啊 就伸不到那个地区了 哎 这也正是这索南饶丹要的 他绝对不会把鸡蛋纸放在一个篮子里 从这一点上来看 现在的格鲁派就已经成长了 哎 知道居安斯威了吗 所以说从格鲁派的角度上来讲啊 这索南饶丹绝对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这索南饶丹呢 他也有细致的一面 他带领着这个达赖喇嘛 到山南地区以及西藏各地 到处去讲经说法 开法会 这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更大的宣传达赖喇嘛 宣传格鲁派 把达赖喇嘛在藏区的影响力 做到了极致化 那对了 那您想啊 这个后来藏区的大喇嘛活佛多了 大成就者呀 也不是一位两位 那为什么后来的顺治皇帝 点名道姓的三分五四 智书西藏 一定要请这个武士达赖喇嘛 进京面生吗 哎 就是这个道理 可见呢 当年索南饶丹对达赖喇嘛 一系列的宣传以及包装 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那么说呢 到现在为止呢 这索南饶丹呢 咱们这故事里 可能他的戏份就要结束了 那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个人物 那其他的不说 有很多好朋友肯定会有疑问 他又是这个四世达赖喇嘛的管家 又是帮助这个五世达赖喇嘛 坐床的主要这个推动人 同时呢 他又是个政治人物 是这个西藏新政府的第一人第八 那他到底是个出家还是个在家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您 这索南饶丹呢 他是个出家 他的作诗啊 就是四世班辰 俄尔德尼 罗桑雀吉兼赞 十五岁的时候先受沙密戒 后受比丘戒 所以说这索南饶丹是个正正经经的出家人 是个僧人 从这一点上您也能看得出来 西藏当年啊 这个政治与宗教的联姻是多么的紧密 可以联姻可以联姻到一个人身上去 索南饶丹大师 一个没被僧人身份所耽误的政治家 享年63岁 在1658年那年 索南饶丹呢 源祭在大周四 一生啊 辅佐了两代达赖喇嘛 并且在格鲁派最危机的时刻 挺身而出 邪术着四世班辰 网狂澜于击倒 得嘞 咱们这个句号号完之后啊 咱们直接转到四世班辰身上 这四世班辰 罗桑一肩赞 在格鲁派最危难的时刻 像中流砥柱一样挽救了皇教 并且呀 在夹缝中 让皇教最终强大了起来 虽然呢 很多剂量我们看着像阴谋诡计 但是这些阴谋诡计 那是为了保护宗教 保护教派 保护自己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绝地反击 该出手时候啊 还是得出手的 就在这个顺治二年的时候 这班禅大师原祭了 要说这班禅大师 四世班禅大师 他原祭啊 早了 那有人就说了 那这有什么可惜的呢 人的命天注定 早与不早的呢 那都是天决定的 任何有成就的人 人的死亡 或者说是原祭吧 那都是可惜的 我的意思是说呀 这四世班禅大师 罗桑一级奸赞呢 他的原祭 早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这顾史函 早就召告了 这个西藏的政教两界 他要册封 这个罗桑一级奸赞 一个称号 什么称号呢 他在想 他正想着呢 大师就原祭了 原祭以后 他也想出来了 他这个册封大师 为班禅伯格多 这顾史函的蒙古政权 西藏地方的甘丹 颇章政权 乃至这个整个格鲁派 都认为 这大师啊 得到此称号 是当之无愧 并且应该 在精神奖励的层面上 对班禅这一支啊 还要有物质上的封赏 并且自此以后 这班禅这一支 主寺就定在了 日喀泽的扎士伦布寺 这西藏地方政府呢 也把这个日喀泽一带的土地 都画给了扎士伦布寺 由班禅一支来收税 所以说我还要重申 这西藏当年绝对是一个 政教合一的体系 这扎士伦布寺可以收税 班禅大师啊 就和那一代的国王 或者说是皇帝 没有区别 在这呢 咱们得画一个重点了 为了给您说好这部书啊 我也参照了很多的相关资料 我在翻阅资料的时候呢 就发现呢 很多的学者有这么一个观点 他们说这故事函呢 之所以册封班禅一系 那是因为要分散 达赖一系的势力 实际上我并不这么看 我觉得这是大家共同智慧 才能得出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就是为了这格鲁派 要向其他的派系学习 要有两支活佛转世系统 只有这样一系被打压 另一支才能盯上来 不至为一系遭到打压 导致整个宗派全军覆没 这并不是要分散谁的势力 这是格鲁派大智之选 是很有必要的 那咱们把前面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就要说说呀 这大清朝和格鲁派的关系了 这格鲁派呢 联合了顾史函 射死了藏巴寒 夺得了政权 顾史函呢 就和这个武士达赖喇嘛商量 说咱们一定要 再找一条更粗的腿抱 那谁呢 一定是在中原的 中原政府的朝廷的大皇帝 那么现在中原的大皇帝是谁呢 正是我的可怜的 大明朝的最后一代皇帝 司宗皇帝 我的崇祯爷 好可怜呐 这东有老奴 北有达兵 南边呢 还有这个李自成 张献忠反贼作乱 大明司宗皇帝 这会儿正是自顾不暇之时 那么说这个武士达赖和顾日函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能不知道吗 他们的政治嗅觉是非常敏感的 于是他们就想啊 他们现在虽然急需着中央政府 中央朝廷大皇帝的册封支持 但是有没有去抱这只快要折了的大皇帝的大腿呢 那如果要是没有必要的话呢 就得压宝 压谁的宝呢 要不接呢 就是远在辽东的后金大皇帝 要不接啊 就是这个李自成张献忠 再不接呢 就是内蒙的林丹汗 想来想去 别人都不靠谱 经过一番仔细的商议之后 这二人一拍大腿 觉得呀 那还得是辽东的这后金政权 他们呀 能坐定中原成为下一任的中央政权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那么说现在远在辽东的后金政权 对待这些喇嘛叫又是什么看法呢 实际上这会儿啊 这辽东的后金呢 已经没有了 人家大清啊 已经建国了 这皇太极呢 从这个天聪汗呢 已经变成了世宗皇帝了 人常言蛮猛一家 蛮猛一家 实际上的这满洲人呢 他们一直就认为自己跟蒙古人呢 是差不多的 可能啊 会有一部分是同族同源 所以说呢 他们一直就关注着这只啊 能够掌控蒙古人的宗教 等于现在拉萨方面啊 和这大清朝啊 属于护官的状态 但是还没有接触 那么这个勾勾答答 网友护官 那就等着得线下见面了 那从这儿啊 说法就不一了 有人说这大清朝啊 先派出了使者 代表皇太极的 这个使者的名字呢 叫查汉 也是个喇嘛 跑到西藏呢 先联系了顾史函 以及这个武士达赖 可是也有人说不是 是这个拉萨地方政权呢 以及这格鲁派 先组织了一个联合朝共团 去这个觐见了皇太极 这个朝共团的这个团长啊 名字叫做 伊拉谷克三 是个活佛 全名啊 应该这么称呼 叫做伊拉谷克三 忽图克图 这忽图克图呢 就是活佛的意思 说这伊拉谷克三 忽图克图啊 来到了圣经 见到了皇太极 皇太极呢 非常热情 并且当着这些西藏来的贵宾 这些活佛的面 转过身来向天呢 就行了三拜九寇之礼 那为什么要这么庄重呢 这皇太极的意思是说呀 感谢上天 让这些大活佛来到了我身边 我终于和这个西藏的佛爷们 有联系了 那这些呢 这青石路上啊 写的都很清楚 这个西藏代表团呢 向大皇帝尽献了礼物 什么马呀 什么刀啊 金银呢 以及这个胡素的囚皮大衣 还有啊 整张的狼皮柱子 那这皇太极呢 也回赠给他们的礼物 什么绸缎呢 布啊 腰刀啊 顺刀啊 雕皮 水打皮 胡椒等等物品 哪那么献持的呀 哎 村了 这会儿正赶上啊 这个朝鲜的共识 给皇太极送礼 这皇太极呢 就借花献佛了 西藏共识团呢 还有一件神秘的大礼 送给了皇太极 不过呢 这会儿咱们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呢 因为关于这件礼物 到底是什么时间 是谁送给皇太极的 也是说法不一 咱们就不如啊 到下一个点再聊它 总之这双方啊 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下呀 进行了这个会谈 以及会晤 那总有结束的一天 公元1643年的6月2日 这西藏共识团呢 就踏上了回城的路 谁还跟起来呢 当然得有了 皇太极呢 也派出自己身边亲信的喇嘛 护送这个共识团呢 就回到了拉萨 那这位喇嘛呢 还是当初啊 就是传说先去过西藏的那位茶汉喇嘛 那到这儿啊 按说呀 这个大清朝和这个西藏地方 不管是正还是教 就已经接上头了 可是又一个传说来了 有人说呀 这个会儿啊 这个武士达赖和这个四士班禅呢 一商量 说哎呀 说咱们广是派使团去 肯定是不行 咱们一定啊 咱们仕途二人得亲自娶一趟 那有人说怎么还是师徒二人呢 那对呀 这个四士班禅给武士达赖喇嘛 授戒灌顶 自然就是师徒关系 那这两人一商量啊 说走就走 穿过了蒙古高原 就来到了辽东 见到了皇太极 见到皇上之后啊 二话不说 先献上礼物 什么礼物啊 是一尊金佛 这佛是谁呀 是哪尊佛爷呀 这尊佛爷的名字呀 叫马哈嘎拉 这马哈嘎拉佛爷是谁呢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黑天 是一尊战神呢 后来呢 这有清一代呀 就供这个大黑天为战神 并且在北京还有专门的庙 这庙在哪呢 现在没有了 原来就在现在的 首都图馆后生 现在体育馆那 也就是这首图啊 和这个五塔寺之间那块地 刚才咱们要说那件神秘礼物啊 就是这个 有人说呢 是共事团送的 有人说呀 是这个达赖喇嘛 和这个四世班禅一同奉上的 那么说这个送上礼物就完了吗 不行啊 那还得有几句恰到好处 拍马屁的话 据说呀 这四世班禅呢 上来跟皇上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其实啊 万岁 咱们是一家人呢 那这一下子呢 就把黄大吉给整蒙了 那黄大吉琢磨 说你在咱们华夏的最西边 我在华夏的最东边 咱俩怎么着 也成不了一家人呢 看到这皇上比较疑惑 这四世班禅又说了 说您看呢 您的这个政权主体啊 叫满洲啊 那哥这个凡音发音呢 这个曼旧啊 是菩萨的意思 是文殊菩萨的意思 您看这就是天意 您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呢 从此这一点呢 您就能看出来 这回这格鲁派有多下本 这格鲁派通常啊 称呼一方政权的霸主啊 要不然就是啊 您呢 可能是这个忽必烈的化身 要不然呢 您就是这个铁木真 也就是成吉思汗的转世 哎 这就到头了 这回是真下本了 他直接啊 说这个大清的皇帝 黄太极 您呢 就是象征着智慧的文殊菩萨的化身 哎呀 这黄太极一介五父马上的皇帝 他哪听过这些呀 哦 原来我是菩萨的化身 还是象征着智慧的文殊菩萨化身 我倒是觉得呀 最后这大字不识几个的黄太极啊 能把自己的妙氏号定为太宗文皇帝啊 可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即便呢 这传说呀 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细腻 哎 故事也好 插和打混都有 但是啊 却不见正式有记载 所以说呢 我们有理由怀疑啊 这个四世班禅 以及五世达赖喇嘛 根本就没见过黄太极 那么这佛爷与皇帝的见面 是在什么时候呢 有详细的记载是在顺治年间 得嘞 明天咱们就得好好聊聊了 这大佛爷是如何尽得北京城去忽悠这大皇帝的 得嘞 天不早了 您早接着 咱们明日见 Tony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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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